日本新增17000多例呈现小幅下降趋势 然而国内重症更新案例连19天创新高 让医疗负荷持续超重 南韩天2025例趋势继续持平 当局与罗马尼亚协议进行医疗物资互换 在8号前将会陆续收到来自罗马尼亚的150万剂疫苗 越南增12000多例属于近两周低点 作为罗布斯塔咖啡豆生产大国 重灾区胡志明市的封锁让这种咖啡豆的批发价已经涨了五成 印度增超过43000多例近期微幅下行 31号的接种数来到1.2亿计破历史新高 马来西亚新增2万多例曲线趋势持平 国内专家估计没有被验出的隐性传播患者比确诊人数还要多一倍 印尼仅新增1万多例较上周同一天少了快9000例 国内的疫情追踪APP出现资案漏洞 让约130万人的健康资料破露在风险中 德国新增8402例仍然居高不下 从1号开始 德国将为年长及高风险族群开始施打第三剂疫苗以维持保护力 西班牙天7767例更新数持续下探 尽管疫苗接种状况趋缓 8月底前完全接种7成人口的目标还是压线达成了 英国增32000多例趋势继续爬升 苏格兰国家临床主任李契表示 德尔塔变种加上国内防疫措施松绑跟开学剂 让苏格兰疫情变严重 并对即将开学的英格兰发出警告 法国天19000多例较上周同一天少了5000多例 当局表示预计在明年年初为民众施打1800万剂加强剂 美国更新超过15万6000例居高不下 自8月中以来的三周 已经有近100万名免疫系统贫弱的民众接种了加强剂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